岌岌可危的第七宇宙 数次拯救世界的英雄孙悟空和被吉塔终于痊愈 面对潜力全开的加斯 他们准备并肩作战 孙悟空变身为自在吉异 被吉塔变身为自我吉异 当前版本两大最强形态即将大显神威 转眼间又到了漫画更新的日子 龙珠超漫画第85话的标题为各自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画发生了哪些精彩事件 官方已经公布的手稿情报 自我吉异被吉塔将伤害当成了燃料 挨揍越狠实力就越强 但是加斯又展现出了一种逆天超能力 他的瞬间移动可以对别人使用 被加斯瞬间移动控制以后 被吉塔连连吃饼 一时之间受到了很多伤害 看到被吉塔受伤如此严重 孙悟空准备插手 但是被被吉塔阻止了 被吉塔又挨了加斯一脚 然后说道 这种刺激真棒 我的自我吉异一直在进化 被吉塔发现孙悟空的自在吉异 没有什么变化 于是便说道 快点找到答案吧 在此之前 这家伙是我的猎物 趁着被吉塔牵制住加斯 孙悟空再一次变成常态 然后双手合十开始冥想 孙悟空的背后 出现了一个类似能量照的物体 冥想中的孙悟空头发无风自动 看样子心境已经出现了变化 由于被吉塔越挨揍越强 加斯的自信心也开始动摇了 于是指责被吉塔用的是疯子招数 被吉塔说还没完呢 看到被吉塔如此抗揍 马骑不禁脱口而出 那家伙是丧尸吗 而埃莱克则让加斯速战速决 于是加斯再次进攻 被吉塔的腹部又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被吉塔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 就在被吉塔准备挥拳进攻的时候 他的身体承受能力终于达到了极限 拳头停在半空中 身体轰然倒地 加斯大笑 认为被吉塔终于自取灭亡了 加斯幻化出一把长剑 准备将被吉塔彻底了结 然而就在长剑即将抵达被吉塔的时候 剑身突然碎掉 被吉塔的身体也被防护罩保护起来了 原来防护罩是孙悟空隔空操纵的 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加斯则趁机发出很多气弹 但是气弹的威力都被防护罩吸收了 孙悟空和被吉塔二人完好无损 加斯让孙悟空快点滚出来 而这时孙悟空也结束了冥想 于是就答应了加斯的请求 孙悟空活动了一下筋骨 随后做好战斗准备 周围出现了和之前不一样的气焰 加斯又变身了 这次是银色还是蓝色 孙悟空两个都不是 能让现在的我发挥出最大力量的变身 我终于明白了 随后孙悟空疯狂提升器开始变身 加斯和西塔成员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变身完毕之后的发型类似自在极异照 但是眼神更加凌厉了 奥伊尔还是黑色 斯银发不是最强的吗 为什么不变成那个 孙悟空那种自在极异 必须让心情维持平静状态 如果用这种 我就能保持自己的情绪了 我现在的心情可不平静哦 加斯再次露出震惊的表情 他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巴达克 加斯已经受够那张脸了 随后向孙悟空发起攻击 但是加斯的拳头还没有碰到孙悟空 孙悟空那毁天灭地的一拳 狠狠地打到了加斯脸上 在后续战斗中 加斯明显处于下风了 数次被孙悟空打飞 然后捂着脸大叫好痛 而此时孙悟空周围的气焰 和当年巴达克的气焰如出一辙 在后续战斗中 孙悟空瞬移到加斯身后 将其踢飞 然后向加斯发射了威力强大的龟派气功 加斯避之不及 完完全全接下了伤害 爆炸过后 硝烟散尽 加斯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 在后续战斗中 加斯受尽凌辱 孙悟空的战斗也变得随心所欲了 孙悟空甚至开始用嘴发波了 加斯终于气急败坏了 这是我放弃自尊得到的宇宙第一的力量 你以为你能超越我吗 随后加斯幻化出满天的武器 再次向孙悟空发起攻击 孙悟空轻而易举躲开了这些武器 但是加斯又幻化出一个大铁球 打向孙悟空 孙悟空纵身一跃 双手抓住了大铁球的锁链 然后用尽全力将铁球扔向加斯 加斯双手接住铁球 然后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怎么可能被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打倒 看到加斯连连吃饼 埃莱克终于插手了 埃莱克问加斯在干什么 埃莱克 你为什么要成为宇宙第一 给我说说看 加斯 为了让希塔成为宇宙第一的组织 随后 埃莱克又对加斯说了很多大道理 孙悟空对埃莱克说 不要太勉强加斯了 如果想和他们打 他们可以随时奉陪 闭嘴 塞亚人 加斯没有下策 孙悟空对埃莱克的话 感到很吃惊 另一边 加斯身体出现一变 看起来加斯的生命力 已经开始急剧外泄了 随后镜头给了加斯一个特性 随着生命力的外泄 加斯的身体变得十分衰老了 马奇和奥伊尔感到很震惊 孙悟空 你那张脸是怎么了 埃莱克 对 就是这样 本话主要讲述了孙悟空的自在极异 又出现了新的突破 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之前的引发自在极异是天使的技能 要求使用者必须保持心情平静 而孙悟空毕竟是肉体繁胎 在战斗过程中容易出现情绪失控的情况 因此自在极异的精度会大打折扣 而全新的自在极异就不必被情绪制约了 孙悟空可以保持任何情绪 许愿以后的加斯不敌全新自在极异孙悟空 像二星神龙许愿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 不过本话貌似还有转折 真正的大boss即将出现